Hello,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授课老师,巴文超 我主要讲的是广告海报设计 那么说到广告海报设计的这门课程呢 我们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我们将带同学们了解一下海报的设计用途以及它的一个分类 那么第二个阶段呢,我们需要了解海报设计的一个思路以及它的一个设计流程 那么最后一个阶段呢,我们将设计一款主题海报 以及一个折页和它的一个效果图 那么这点课呢,我们先来说一下什么是海报 首先呢,打开illustrator这个软件 在这里的时候呢,然后同学们需要在这个学习这门课程之前呢 安装一下这个photoshop 因为我们做这个平面海报更多的时候做一些特效的时候 自己特效的时候呢,更多的可能还会用到这个photoshop这个软件 所以呢,同学们需要去安装一下 当然你这个版本没有限制 你可以从这个CS5一直到CC都可以 根据你这个电脑的配置去安装 那么我们今天呢,先来看一下这个什么是海报 在这里呢,对海报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海报呢,这一名称最早起源于上海 就是海报适应于戏剧电影等演出或者球赛等活动的一个招贴 招贴呢,在下面的时候老师也对他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们先来记住,就是说海报呢,是归属于这个招贴 之中的 招贴呢,又包含了其他的一些宣传的一些形式 那么海报呢,只是他其中的一种 上海的人通常把职业性的戏剧演出称之为海 那么从事职业性戏剧的表演呢,又称之为下海 所以,具有这种宣传性和招揽顾客性的张贴物 被称之为海报 我们可以看下面的这三张图片 这是最早的一些招贴,也就是海报 我们可以放大了看一下 关键在于这个海报上的一些内容 这也就是说能突出当时海报的一些特点 它有这个电影的一个名称 然后有这个主演的名,姓名 最上面的这行小字呢,是下期隆重 上映 现映 这样,它做了一个前期的一个宣传工作 这个是,就像预告一样 那中间这部分呢 它增加了这个观影时候的一些规章制度 守则 最有意思的是下边这一部分 下边这一部分呢 它有这样的一个广告被出租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就像我们现在上面的做一些报纸 DM上的一些报纸 每一个板块呢,可能都会有一个产品或者一家公司的一些宣传 一家小店的一些宣传 它在这里呢,也是在这个位置做了一个宣传 可见就是说,当时海报对于这些行业呢,有一个非常重要性的作用 就是宣传性,具有一定的传播性 中间这张海报呢,也是具有这样的特点 有一个日期在这儿 然后也是几点到几点,数票的一个时间 然后数票的电影的一些内容 电影的一些名称 后面这张海报呢,同样是具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我们就可以总结,它海报上是需要有这个时间 有地点,以及你要突出的一些内容 电影的一些名称,赛事的一些名称 额外的呢,它会增加这样的一些广告在里面 由于当时的印象水平有限 所以呢,它不会有这种彩色的出现 而且更多的时候呢,它是会使用这种繁体中文 而我们现在使用繁体中文的地区呢 就是台湾,香港,澳门,还在应用这样的一个繁体词 我们这边呢,都是使用规范的汉字 也就是说,普通的普通字 这个你有一个简单的认识就可以了 而且我们现在的书写范围,书写的这个顺序呢 也是这些方面 然后见效呢,也是比较的迅速 这是海报 那么,招贴呢,招贴的意思就是招指,看字面的意思呢 招是指指引注意,贴呢是张贴 所以就是说,顾名思义吧,招引注意而进行张贴 就说叫做招贴 招贴呢,它的尺寸在这个形式上来讲 它会比这个海报要多样 而且相对于这个尺寸呢,也会比海报要大一些 招贴呢,是现在网络中最频繁 像我们看那个大型的写真 它也属于一个招贴类的 你像手机的电 然后4s电,那些 形成画,然后画布等等 它都是属于一个招贴范围内的 它具有怎样的特点呢 就是最频繁,最广泛,最便宜,最便捷,最经济的传播手段之一 它为什么能发展起来呢 就是说因为商界和企业界呢 对自己的自身形象呢,有一个更深刻的重视 那随着重视呢 然后开始拼这个 除了宣传以外呢 更多的时候可能是会拼这个创意 一个具有创意具有美感的一个招贴呢 更能给自己的形象企业呢 带来一些有益的一些资源方面 那么也是我们今后要学习的一个重点 怎么样做一个就是高效 因为我们做这个平面设计嘛 你这个如果你想让你这个设计变得很值钱的话 那么你肯定会要给你的甲方去想 怎么让它这个产品 让它的生意 更能更好的去营业 这样的话 就是也能体验出你设计的这个东西的这个价值 当然我们有一些公益海报 那么你就去考虑一些更能让人产生共鸣的一些设计 触动人内心的一些设计 这个和你的商业海报肯定是有区分的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这些海报和招贴 最早的时候 然后会在电影的镜头里会看到这样 悬赏或者是通缉某某某 这也是招贴早些年 早最早出现的一些形式 布告这样等等 换人物的肖像 然后以及到后期的这个彩色的海报 然后这样的一个出现 也是有具备了这个人物 然后剧中的一些 介绍 简单的这些介绍 然后以及一个名称 电影的一个名称 这是应用在这个电影海报里 然后像戏剧呢 戏剧也是 你先不要去管他这个 海报设计的这个颜色 或者说这个构图是怎么样的 他 具备的其中海报 设计所包含的一些元素 名称 然后以及这个戏剧上面的这些演员 主要的这些演员 还有一些赛事 上的一些 大型的一些海报 承办方以及这个活动地点 活动时间 活动内容 或者说你这个商超百货 然后开业 地产开业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海报的出现 那么最后面的这个呢 属于这个POP海报 POP海报 它有别于就是 我们常见的这一种海报 因为它是属于这个 手写 手绘一类的海报 它具有一个 经济实惠的一个特点 随时我这个店里有一些活动 价钱可能要临时更改 那我们打印可能来不及 要制作起来又很麻烦 那我随时我就可以写 随时就可以画 也可以增加一些图片 颜色呢 也比较 丰富 然后也比较醒目 用这样画的这样的方式 主要是价钱的这一块变动 如果很突然的话 有这样的一个 POP的这样一个海报呢 会很灵活 它是这样的一个特点 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主要是去了解 海报具备的一些特点 详细的讲解一下 海报具备的一些特点 这一刻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同学们的收听 我们下节课再见